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忠诚药 可以补心养心,意气安神 给你的心脏加足马力 你有没有经常觉得气不够用 总是喘不上,尤其是走路 上了楼梯之后很容易受到惊吓 风把门吹关上了,自己都会吓一跳 好久才能缓过来 晚上睡觉做噩梦也比较多 经常吓醒,睡着了还会出汗 第二天睡醒之后特别累 白天精神很不好 总是记不住事情,觉得脑袋不灵光 除了这些还会发现自己脸色不红润 嘴唇发白,舌头也是淡白色的 这些症状可能都是因为心血失氧了 中医说心煮血脉,心藏神 所以如果心血失氧,我们就会心神不宁 身体就会变得虚弱 如果现在不重视的话,时间长了就会造成其他的疾病 比如说心律不齐,心脏病等等 今天沈医生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忠诚药 叫做脖子养心丸 听它的名字,我们就知道 它可以补心养心 还可以养血安神 补肾滋因 非常适用于心血失氧导致的诸多症状 脖子养心丸的用药组成分别是脖子仁 狗旗子 麦冬 当归 石昌浦 福神 熟地 玄身和甘草 我们先来说脖子仁 脖子仁 参与这个中程药名字的构成 就说明它起的作用很不一般 脖子仁可以养心安神 还可以润肠通便 对于阴血不足导致的烦躁失眠 睡觉到汗 心慌 心跳明显等等 都有很好的作用 而且脖子仁还可以润肠通便 对于阴虚导致的大便干燥 虚火旺盛 大便干结 也有很好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 狗旗子 麦冬 当归和熟地 这四味药都可以滋阴养血 狗旗子和熟地 还可以滋补肝肾 肝肾不足 也会导致我们的阴血亏虚 这是把我们身体的五脏 当作一个整体来调理 不是简单的头痛医头 心有问题就医心 麦冬还可以滋阴润肺 清心除烦 阴血不足就会导致口干 咽干 嗓子干痛 麦冬还可以辅助脖子人 养心安神 减少烦躁的症状 当归滋阴补血 偏重养血补血 而且可以入心经 对心血虚导致的心慌胆小 可以说是直击要害 福神可以宁心安神 石昌浦可以醒神抑制 福神可以在晚上 让我们扶月的心神安宁下来 睡个好觉 石昌浦又可以在我们白天开心窍 醒神 让我们白天不再健忘 昏昏沉沉 全身可以清热凉血 滋阴降火 辅助前面的滋阴补血药物 降虚火 养阴血 最后再加上一味肝草 调和所有药的药性 防止伤害身体 脖子养心丸 整个方子 既能滋阴补血 养心补心 还把身体当作一个整体 从其他的脏腑来补养心血 同时还能清泻虚火的药物 补中有泻 不过中医讲究辩证治疗 对自己的情况不清楚 请不要随意使用 你学会了吗